文明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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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每個禮拜上一次課 接下來只有三個月的時間 三個月過後 就是你們自己要用功 但是你一定要 比如說這個禮拜來 我們聽了這個對不對 在下個禮拜之前 這個禮拜中間就是你們練習的時候 你要知道 就是这个佛法 第一个 我听懂听不懂 我知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就文之后要诗啊 文之后要诗 你要知道我到底听了什么 听这些对我有什么作用 这个他总要问 像阿难有一次打坐的时候 坐到一半 坐完了起来就去问佛 佛说要持见 为什么要持见 持见有什么作用 这个是中阿罕叫做 合意经 有一本叫做不思经 他说 请问你看 他问的也很简单啊 阿难多文他为什么还要问这个 你想想 他说 他去问佛 我们为什么要持见 持见的目的在哪里 持见很简单啊 为什么还要问吗 多文第一个还要问这个 不是你要了解 他都要完全清除 不是你自己想的 那一样 那我们为什么要多文 那多文的目的是什么 那这些佛法要对我们产生作用 它有一个目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出家 出家做什么 你把这个问题换过来就好 那为什么要出家 出家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要修行 修行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要断烦恼 断烦恼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要解脱 解脱又有什么目的 都一样 为什么要送敬 为什么要念佛 为什么要剃头 都一样啊 你要好好努力思维 我常常觉得 修行跟不修行 最大的差别在 有没有努力思维 当然努力思维 一定要听闻正法 你听到的不是正法 那就没办法 你怎么想想不来 你怎么想想不来 因为你听到的不是缘起 你听到的是我见的 那么你就要怎么样 证得这个真我 那都没有办法 那没办法得解脱 所以当然第一个是要听闻正法 可是正法一定要清晰善自 所以就变成失欲留置 但是大部分的佛教主 是有听闻正法的 但是他不如理思维 他也没办法 那么你能不能如梭修行 还是在你有没有如理思维 真的 那么有没有如梭修行 才决定你能不能成就 佛法对你有没有利益 但是这个也决定在你有没有如理思维 你怎么想的 你对于你所听到的佛法 你是怎么想的 那么怎么想的后面才有你怎么用 其实才有这些我们来看 那么基本上 像第一个我们说 这里是差别 明跟古明 讲这里 现在讲到这里 那么第一个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有烦恼之有烦恼 每天都有烦恼 我今天也有烦恼 天天都有不可能没烦恼 没有烦恼只有阿罗汉 三果都有烦恼 三果都有烦恼 二果才饱称之 你看 他都有称 像我们上次讲过 像辟舍区 辟舍区正出国 七岁就正出国 你看多多厉害 龙女 火花经的龙女是七岁就像几岁 八岁就七岁 他辟舍区啊 互生第一辟舍区 路子母啊 路子母讲堂 他叫做路子母 辟舍区 有时候叫路子母 辟舍区七岁 他的爷爷 带他去捨卫城 听佛说法 他就正出国 但是他也有贪嗔痴啊 他有一天要过海关 因为他们有关门 关嘛 然后有守关的人 看时间到了 比如说五点要关门了 他在四点五十五分到 他就跟他说 现在时间快到了 门要关了 你要比如说 人家本来查验个护照 就可以进去了吗 他要进那个城 有那个门啊 以前的那个城都有城门 东门西门南门北门 每一个地方都有 然后他要进那个里面 他不给他进去 他说现在我要关门了 除非你给我多少钱 跟他所会 他很生气 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可以 因为我有钱 就跟我拿钱 你很多钱啊 你不差这几个钱 那你也不能这样 因为我有钱 你就跟我多要钱啊 这一般也没有办法 接受这种不平等待遇 他也没办法 他很生气 但是没办法 不然我要关门 你看你 赶快哦 所以他逼不得已就给了他 给了他他很生气 回去 因为他跟波斯尼王是好朋友 所谓的波斯尼王是好朋友 因为大富长者 跟那个国王都是好朋友的 那么他们又都是佛弟子 他就很生气 就跟波斯尼王讲 你们这个 你们这个 所观的居士 就是竟然怎样怎样怎样 那波斯尼王 叫波斯尼王要处理这件事 一定要处罢那个人 要不然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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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这样 很生气啊 有称称积啊 怎么会没有称称积 他这个有礼称啊 有礼啊 怎么可以这样 而且这国家的门面 当然这个不是国家 那个就是 他那个进那个城里面的 所以波斯尼王 因为也不是他的事嘛 他就说好好好 他怎么忘记了 很久都没有消息 他更生气 你跟我这么好 我来找你 你竟然不把他当一回事 更生气 去找佛 跟我抱怨 佛跟他讲 他马上就笑过来了 你看多厉害 有绝招的人就这样 他一死会失去绝招 但是他也不会生气起来 去陷害别人 去骂别人 他只是觉得不公平而已 还是有称恨 依然有称恨 那比如说难陀 难陀刚开始出家的时候 很爱漂亮 出门 那个家伤都要叹 你知道吗 那个太脏了 穿不出去了 那个眉毛都要化过 真的 难陀贪心很重 贪爱心重 而且他因为 他有三十项 他有三十项 他很注重威仪 化个妆可能要半个小时 以上那种的 出门没有化妆 他不出门的 难陀以前是这样 后来佛陀就 佛陀就跟他讲 难陀啊 你已经出家了 那你又是佛的弟弟 同父一母的吗 他大一道生的吗 你又是佛的弟弟 你不可以这样 怎样怎样 难陀天了 马上改 好厉害 我们都有烦恼啊 没有跟他讲 他随从他的烦恼这样啊 辟舌去也有烦恼啊 陈欣啊 难陀有贪心啊 他对他的太太叫做孙陀利 孙陀利那个是 你看他关他太太的名字 孙陀利难陀 你看那个孙陀利多有名啊 美女啊 她刚结婚不久啊 然后就被佛陀 莫名其妙就跟佛陀出家了 天天想存托利啊 怎么会没有贪心 有啊 但是佛陀跟他讲过几次 他就马上如梭修行了 好厉害 当然我们也没有那么厉害啊 老实讲 我自己观察我自己也没那么厉害 但是我们告诉你的 我们都是同一个等级的人 差不多差不多啦 真的 我们也没有披舍器那么厉害 也没有烦恼那么厉害 但是 我们至少比外道厉害 至少比一般在家的 有一点厉害 但是看人啊 但是你要有这种自信喔 因为你真正看到自己在休息 那什么是自己在休息 你每天念经念多久 念佛念多少号 每天拜多少步叉 次学学经 我告诉你那个都不是 不能说不是啦 真正的就是 你天天烦恼减了多少 贪嗔痴有没有减少 切定位有没有增加 这个才看到你有没有休息 你一天可以坐三个小时 都不动 但是一起来看到谁不如法 谁不如法 心就烦恼就一直在动 你坐那个有什么用 坐在那边三个小时不动 起来三分钟 心就怎么样 就纷纷乱动 那没有用啊 你三个小时抵不过三分钟 那个心马上就 马上就怎么样 动辄为模糊 马上就烦恼 祝福非常重 没有用 你一次诵经 你诵了三千部法华经 像那个五六祖谈经的嘛 三千部法华经 都不知道里面是在讲什么 诵经三千部 潮汐于巨王 你看讲的是这个道理啊 你都不晓得你诵经的目的在哪里 智慧一点增长都没有 佛法一点都不知道 那没有用 意义不大 所以他要培养你的戒定慧 戒就是控制烦恼的能力 你知道有烦恼 你可以控制 因为你如果不控制 他会有过患 就讲到这里来 他会有过患 他会未来让你的烦恼增上 你会因此造业 你会依这个烦恼一直在生死里面 违背你修学佛法的初衷 违背你出家修行的初衷 所以你要对着这个 你要控制他 你不可以给他不断的增长 戒就是控制烦恼的能力 定就是调伏烦恼的能力 你要让烦恼 不但不让他增长延伸 还要怎么样 还要给他减少减弱 那个就是定 面对境界的时候 稳定安定安定稳定 安定稳定之后 你才能怎么样 才能如实知如实见 你如实知如实见就是笃定 你对佛法非常的清楚 对烦恼非常的清楚 要怎么解决烦恼你也很清楚 之后你才能够得决定 入法知法见法得法 不由他物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没有 虽然你天天诵经 那么五堂功课一堂不缺 可是 谈诚痴烦恼一分不减 那你没有用 没有用 真的没有用 用出不大 也不能讲完全没有用 至少你在诵经的时候烦恼会减少 但不诵经的时候呢 念佛的时候烦恼减少 但不念佛的时候呢 拜灿的时候 那么 拜灿的时候 烦恼不会增上 但不拜的时候呢 面对佛 我一点 就是 就是 一心就是谦卑 啊佛好伟大 我 我好 我好维系 就是说 我是比较 比如说 我们拜佛的时候 都是因为对佛恭敬 啊佛是那么伟大 我是那么渺小 可是不拜佛的时候呢 不拜佛的时候呢 充满着傲慢 拜佛的时候充满着谦卑 不拜佛的时候充满着傲慢 那你告诉我 你拜佛增长了什么 你告诉我 那宋经的时候 看起来充满着智慧 不宋经的时候充满着烦恼 那你告诉我 你宋经得到了什么 我这个我们要想 我们大部分的修行 会陷在这个困境里面 你不知道你到底在修什么 这个是最后的问题 那现在就来讲这个 你看 所以第一个 要思维贪真痴的过患 第一个不是 第一个要觉知有贪真痴 这个是六路促送里面说的 阿含经主要分两部分 那么一个就是 那么怎么样修行 这个是五运六路促跟元祺 这三个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祝稻品 如果你要怎么样增长功德 才能够帮助你 可以断无名跟探案 这个是道品 就是五运送六路促送 那么元祺送 这个叫杂音送 元祺里面有很多 主要是元祺 五运六路元祺 五运无我 六路无我 元祺无我 因为无我是根本 那么你要增长 如果你没有办法 那表示你的 你的道德部分比较弱 你要增长你的道德 你要用什么方法 按次第来增长它 就是八正道 那么讲多的就是三十七道品 就是道品送 就这两部分 主要是这两部分而已 那这两部分最重要 其实是在讲这个而已 这很重要 那你看 有贪之有贪 有成之有成 我们都是这样 其实我们都是这样 那么 那么之后要思维贪嗔痴的过患 那么要怎么样 要有离贪嗔痴趋向解脱的意愿 要常常想 常常想 每天都要想 那么 因为我们每天都有烦恼 不可能 我们都是要对峙烦恼 那我们有时候不是 如果你不会想 你就要对峙 那个让你烦恼的人 你要对峙 那个让你烦恼的人 我要想办法 怎么样对峙他 那不是想办法 我对峙我因那个人而起的烦恼 那你就会增长烦恼了 你是可以对峙他 但也可能不对峙他 那更烦恼 那么你对峙了他 暂时好像没有烦恼 烦恼隐藏著 烦恼隐藏著 只有烦恼隐藏跟现行 这两种而已 你没有那个没烦恼 因为那个人被你骂了 被你打了 被你怎么样了 不敢挑战你了 你看起来 让我烦恼的人不见了 你没有烦恼了 不是 你的烦恼正在真上 隐藏起来 因为烦恼的禁不在 不是你烦恼不在 不是你烦恼不在 是烦恼的禁不在 为什么 因为你透过 也许是权力 也许是武力 那么 烦恼的人 烦恼 让你烦恼的人 不敢再惹你 但是 你没有去思考 你内在的烦恼 你只是 在 处理外在烦恼的人事物 没有处理内在的烦恼 没有处理内在的探生吃 只有处理外在 让你烦恼 起贪生吃的人事物 你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你的烦恼 而且 你会因为每一次 如果有效的话 那么 你的烦恼会越来越增长 比如说 你有武力 看不惯就打你 打你你就跑了 他就 每次事情都解决 但是 遇到有一个比你武力更强的 你不是惨 那么 就算没有 你天天增长 因为你越来越暴力 越来越暴力 就是 言语越来越苛刻 行为越来越暴力 烦恼越来越重 你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的 那么 没有人敢惹你 你就觉得 你有烦恼了 你看就觉得烦恼的方法就是这样 不对 这个是增长烦恼 但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所以 你要能够从这里反光回来 我告诉你 你就是进入修行的开始 所以第一步就是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然后要思维贪称痴的过犯 要不断不断思维 一年两年三年都是这样 然后砥砺自己 那我们说过这个过程很辛苦 使则勉强 讲来讲这里 使则勉强 中则泰然 这个都是奴家讲的啦 刚开始都很辛苦 修行也一样 刚开始都很辛苦 很多的努力才得到一点点的结果 但不要放弃 修行始终要自我肯定 自我肯定 自我勉励 因为你有可能善言不多 如果你善言多 很多人会肯定你 很多人会鼓励你 在你需要的时候会帮助你 会忽念你 但有时候没有 所以常常要自我肯定 因为你在怎么叉 至少你学佛 都比那96种外道好 你有证件 都比那种62种学件好 真的 你对那些 对不管他们成就有多高 福报有多大 善言有多好 他们有的你也许没有 但你有一个绝对超越他们的 你有法源 你有敬业你有法源 他们固然有很大的善业 有很大的善缘 有很大的福报 但都没有你的敬业跟法源好 孔雀虚有色原生 不如福红能高辉 一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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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这样鼓励自己 你再怎么差 至少你是个人 比那个三二道的众生 你知道一只 一只 你知道一只 一只 一只蚂蚁 以后 可以生几只蚂蚁吗 一生可以生五亿只蚂蚁 一辈子啊 那你看有多少只 有多少只蚂蚁 那一些蚂蚁要到你做人这个时候 都不知道要亲戚亲佛 不晓得喔 你现在是人 你已经不在三二道里面 单单这一点 单单这一点你就超越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众生 真的 大部分的众生 畜生道跟鬼道最多 畜生道跟鬼道最多 单单蚂蚁的数量就忍得几倍 那大海里面都不用讲 那些看不到都不用讲 就是说 人都不到 百万分之一不到 百万分之一不到 不大 你可以做人表示 不以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而造善业 你可以学习佛法 不以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而造善业 你超越过很多人 所以 你这样想 你就会有信心 但是 你又要想 那 你已经成为人 而且你还学习佛法 你超越了多少外道 你现在 现在美国总统是谁 拜登 他都不如你 他虽然做美国总统 他不知道佛法 他不知道 他等到要知道佛 美国总统做几年而已啊 然后呢 三十年后 他又轮回 他善业晚了 他又不知道做哪里了 可能几世以后 他变成一条虫 可能变成一个鬼 可能升到天不知道 但是 你这个佛法 你一旦在佛法中 你一旦在佛法中 养成的智慧 在你没有解脱成佛以前 他不会消失 他不会消失哦 有两种 有两种东西是不会消失的 一种是你所造的业 没有受报以前 不会消失 你所造的业 不管是善业二业 没有受报以前 不会消失 一种是你从佛法中 得来的智慧 要有智慧哦 像现在我们就在培养智慧 你从佛法中得来的智慧 在你没有解脱 成就以前不会消失 所以我们现在 要努力培养这个智慧 所以波罗经才会讲啊 你一旦跟智慧相应 你不用发愿去哪里 从一佛果至一佛果 终不离佛 为什么 心相应 夜相应 圆相应 你天天都在 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天天都有趋向结合的意愿 你不生到有佛果土 你要生到哪里 你不作为人 你不遇见佛法 谁会遇见佛法 心相应 圆相应 夜相应啊 我们是一夜轮回 一夜轮回 裡面 你要遇见谁 那个是跟你的圆有关系 跟你的心有关系 那你要遇见谁 你都在思维佛法 你不遇见佛法相应的人事物 怎么可能呢 那么一定会的嘛 这个是一夜一远一心 心相应 夜相应 圆相应 那你天天 都在思维佛法 你的心在思维佛法 你当然会遇见 跟佛法相应的人事物啊 那你就在里面 造善业 结善严 种善根 那么天天这样 天天这样 相应 这个就相应啊 久而久之 我告诉你 你不用求 我告诉你真的 很多东西是水到取成的东西 佛法讲 缘起的核心就是有因有缘四千级啊 你不用求 你不用求福报 你不用求老了有人照顾 你不用求不生病 你这个都不用求 我告诉你真的 因为所有的果报都不是求来的 都是相应来的 夜相应 夜相应 所以 你现在就在这里修 你看喔 思维贪嗔痴的过话 那么 但是这个过程 我们说 这个过程会有一点点辛苦 刚开始辛苦没关系 要坚持 要坚持 坚持相续 修行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要正确 第二个要适合 第三个就是相续 纯守 相续才有力量 善业相续他有力量 恶业相续也有力量 善心相续有力量 恶心相续也有力量 相续的心就是意志力 那么 我们 我们 思维了之后 那么你要常常让他相续 恶法要让他断相续 烦恼要让他断相续 善法要让他长相续 就这样而已 所以 你要怎么样相续 常常 策立自己 要有觉知的心 觉察的心 要鼓励自己 在境界来的时候 要马上察觉 察觉了之后 要马上行动 马上思维 习惯就好 刚开始不习惯 而且很容易忘念思念不正知 我们就是这样 思念忘念不正知 所以他要叫你正念 就这样 思念处就是培养你正念正知 观这个 呼吸 因为呼吸是 时时有的 培养你那种观察力 他其实是培养你观察力 观察你正念在这个法上 那么现在把呼吸换成什么 有贪之有贪 有撑之有撑 贪进入我的内心了 撑进入我的内心了 我除贪了 我除撑了 我薄撑了 薄撑了 他就培养那个觉察力而已 所以你要训练你那个觉察能力 那么一开始都是这样的 我们说 我们不是阿罗汉 没有办法做到 都完全明相应 我们也不是出国 二国三国 但是 我们就叫做什么 重返入圣 你必须要这样 有烦恼 只有烦恼 那么知道烦恼的过患 那么要离烦恼 所以叫做离 第三个 这个叫做慰 这个叫做患 所以苦及慰患离嘛 这个就是道啊 这个就是道哦 八正道 然后慰患离 这个就是道哦 详细讲 详细讲 叫做什么 八正道 简单讲叫做慰患离 就好像元起 详细讲是十二元起 简单讲就是货月苦 简单讲就是货月苦啊 一样的道理哦 那离要怎么离 第三个就是离啊 这是第一个啊 这是第二个 第一个到第二个之间 反复反复反复 离就是要人远离啊 你思维过患 而有远离的心 趋向解脱的意愿 就是要有离苦 离苦的心啊 所以苦 苦要知道苦因极啊 然后要灭苦 要有道 要这样哦 你要有离苦的心 要有离苦的能力 离就是 施其过患 而能远离 这个患是施其过患 这个患是施其过患 把这擦掉了 胃就是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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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基本上就是 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有称之有称 那你说吃呢 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就不愚吃了 你就不是愚吃无分反复了 你就不是不愚吃了 但是你还有我见我慢哦 但是 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那你就不是愚吃无分反复了 你不是愚吃无分反复 你是 你是 多文的圣地子哦 多 就是佛地子 多文的佛地子哦 有称之有称 而且你知道 这样修行 那么你知道苦其灭道的方法 知其过患 其就是贪跟撑 知其过患 要吃哦 这不是一般的知道 你要深深去思考 它到底有什么过患 它到底有什么过患 会对它造成什么影响 我们都很容易明白嘛 因为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在起烦恼 烦恼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 是明显意见的啊 身体上的影响 心理上的影响 还有人缘上的影响 基本上都有看得到 那么我们 如果有一个人脾气不好 谁都不想跟他多讲话 因为哪里知道他哪一条筋 什么时候要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能够避的 就尽量避着嘛 一样 你看到别人的烦恼 你也知道那个人 那种烦恼有那种过患 那么贪心特重的人 不想跟他出去 因为他老是在占人家便宜 那你就不太想跟他出去嘛 成情重的人 不太想跟他在一起 动不动 他就给你脸色看 他就讲你什么 反正一大堆啦 那所以 你现在从别人观察自己 再从自己去观察别人 那你这样反复看 你就知道过患在哪里 那你可以好好把这些想清楚 那我有没有这种过患 所以真正的精进 从观察别人观察自己 那么看到 看到自己的问题 别人的问题 别人的问题 我有没有 我的问题 别人有没有 为什么 那你就知道 以身的善法令不生 以身的善法令增长 未身的善法令不生 未身的善法令素生 以身的善法令增长 那么以身的烦恼 或以身的恶法 已经有的烦恼 我们要让它消减 没有的烦恼 要防复 让它不起 戒就是防复吗 防非止恶 没有的烦恼 让它不起 已经有的烦恼 让它消减 这个是戒吗 那么训练自己的心吗 有调伏烦恼的能力吗 那会就能断除烦恼吗 基本上是这样 知其过患 而能远离 知其过患 而能远离 知其过患 而能远离 那么远离要有远离的智慧 远离的能力 你要怎么远离烦恼 你要怎么远离烦恼 你要知道烦恼的因是什么 不然烦恼的方法是什么 承认心 那怎么办 先觉察 控制 然后控制不了 你要做慈心观 或思维烦恼的过患 拿到自己训练 把它当成你的父母 有很多种方法 有很多种方法 经验里面教 比如说做慈心观 第二个 做你受业报的观察 然后过去怎样 反正有很多种 佛法其实教了很多 你有这个烦恼 那你要怎么观 那根本就是 那我为什么要起这个烦恼 我是什么 这个是根本的 那在境界上 你不随着境界动 那你如果 你如果知道了 你有心 你就去研究佛法 佛法到底 就好像我们有一个病 医生现在暂时医不了 你都会上网找资料 这个有什么症状 大概要吃什么 不吃什么 大家都会啊 我也会啊 像我血管塞住 我都会 那到底要怎么样用 眼睛不好 要吃什么 不能吃什么 我们都会很注意啊 身体不好 你都会上网去搜查 然后 要怎么样保养这个身体 那心不好呢 心不好要怎么办 要怎么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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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身体不好 你很在意哦 那心不好 你不太管他哦 所以 所以这个要怎么样 要额能远离 你要思维它的方法 它就是有 它就是你要具备什么什么什么 那通常就是两个嘛 就是观念上的 就是我见嘛 然后行为上的 我爱嘛 那么这一些 这一些 你要渐渐看 看着自己的烦恼减少 你会越来越有信心 那最 最一开始要控制 不要让它延伸 延伸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迁怒 那就是延伸啊 延回作为圣人 不迁怒不恶过 这个厉害 不迁怒不恶过 迁怒就是 你早上受了气 那下午看到谁来了 你都给人家不好脸色看 那个就是迁怒 那一般的人 在公司 被老板骂 回家骂太太小孩 那么摔 摔玻璃 踢小狗 反正这种很迁怒嘛 你把生气 你把你的委屈 那么发泄在 比你更弱的人身上 那就迁怒啊 没有办法对抗 因为你没有办法对抗它嘛 所以你生气 你就发泄在 比你更弱的人身上 那增长了你的烦恼 那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但这一点要控制 越有潜力的人 这一点越要控制 因为你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就会发泄 就会把烦恼 施展在 比你更弱的人身上 但是你对于你比你强的人上来讲 你是弱的 你觉得很不平衡 因为 他比你强 所以他骂你 所以 你 你讨厌这样的人 可是 你却用他的方法去对待 比你弱的人 一样啊 可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个就是迁怒啊 迁怒到不相关的人身上 那个就是 愤怒烦恼的延伸跟扩大 他有一个嘛 一个就是延伸 一个就是扩大 那戒其实就是 让他不延伸 让他不扩大 那么你要有定 所以你 你也知道要理啊 我们的问题说 我也知道要理啊 我也知道不好啊 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了啊 我就是做不到啊 是 没有错 一开始是这样 一开始是这样 反复反复 好不容易压下来一点点 一下子又公亏一亏 原部又回到原状 我告诉你 一开始是这样的 我自己的修行经验 我比较能力差一点 所以 会在这个问题上 挣扎了很久 但是 不要放弃 我不曉得 你们有的人一修就上了 有的人一修就这样 就像那个 难陀 佛一讲他就改了 辟舍区佛一讲 但是 那个比较厉害 我们没有 我们即使 在佛前 懺悔再懺悔 经典里面 经典里面思维再思维 境界来的时候 还是一拜涂地 真的 我自己是这样的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你们 但是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 但是 不要放弃 你就是这样修 我现在好一点了 真的 我现在觉得 因为好一点我才大声讲 这是几十年 三十年 我出家三十年 三十年 我大概 大概 刚出家的时候 我就知道要这样了 真的 就这样 不断不断对峙 不断不断对峙 你看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尤其在面对 不合理的人事物的时候 那个愤怒啊 抑制不了啊 怎么可以 学佛也是要讲道理啊 对不对 不可以姑息养奸啊 就增长烦恼 可是就几次 我说都会功亏一篑 真的 但是不要放弃 你过去的努力 没有白费 真的 你看你要拉 那个良悟力量 一股烦恼的力量 一股要离烦恼的力量 拔河哦 你用了很久的心情 才不让他拉过去 刚刚放松一点点 整个拉过去了 那你不要以为 那都没有用 没有 不是没有用 因为你在拉扯的当下 就增长了你的力量 就增长了你对抗烦恼的力量 那个力量是 你每次输每次输 没有错 每次输每次输 可是一年后 你那个手臂变粗了 真的 你开始有个技巧 你就把他拉过来 真的 我告诉你修行真的是这样子 那个是 那个是 跟气没那么好 像我这种人是这样 那 这种比较差就这样 那你们如果有比较好 那就更快哦 这是你们不知道方法 你就永远没办法哦 你不知道方法 你没有朝这个地方去努力 你永远没办法哦 但是你但朝这个地方去努力 我告诉你 三年就会看到效果 十年 你就很明显的知道有效果 那我是比较差 我三十年 我才知道明显看到有效果 那我告诉你一定是这样子的 那你会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很辛苦 但是一定要 一定要记住永不放弃 所以 菩萨要发誓容实验 烦恼无尽 誓愿断 永不放弃 不管你有多粗 烦恼有多粗 有多坚韧 我终究会 我终究可以 我终究有会 断除你 真的 你必须要有跟烦恼 四不两立的决心 真的 就是 你在这个过程 因为这个就是修行 一开始很辛苦 但是你一旦过了 过了之后 就不会那么辛苦了 真的 你慢慢培养那个力量 坚持的力量 也慢慢有那个技巧 你开始学会技巧 真的 久了久了 你还是有烦恼 你还是有烦恼 但烦恼已经不能对你生起很大的过患了 不会 还是有 但不会有多大的过患 因为你明白你的控制能力强 你还是会起烦恼 但不会起大烦恼 我常常讲的 烦恼的程度会减轻 烦恼的次数会减少 烦恼的时间会缩短 以前一烦恼 就一天 有时一个月 有些一年 有些三十年 承认性都不断 还增强 你会跟那个让你烦恼的人势不两立 你不会跟烦恼势不两立 有我就没有你 所以我听到有一个也是一样 一个因为世间太苦了 那些人他觉得很烦 甚至有一个对他伤害很大 所以他厌离这个世间 我再也不要在这个世间看到这些人 所以他还能怨信念佛 他什么都不管 也不要过好生活 他就觉得这个世间 武卓二世 他一心要念佛 专心要念佛 要往生极乐世界 要脱离这片枯卡 因为这边的人事物太无畏了 太令人反感了 他要一心念佛 念佛念佛念佛 念到有一天 你这么静静念佛 很好 像你的朋友谁也是要往生呢 他一听 他很生气 他还要往生 那我不要去 不要去 因为我去了还会遇到他 你看那种烦恼心 跟他事不两立 就是因为他在说佛 我才要去极乐的 现在他也要去极乐 那我甘愿再说佛 你看他不念佛了 你看看那个烦恼 那这样念佛有效吗 他没有效啊 真的啊 可是他不知道呢 他的念佛 其实没有真正在念佛 他放不下那个仇恨 放不下那个念佛 听到那个让他很生气的人 也要去极乐世界 那我不要去啦 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 所以你要跟烦恼事不两立 而不是跟那一些让你烦恼的人事物 事不两立 不是啊 烦恼无尽事远段 而且要有信心 我告诉你 你只要朝这个方向去修行 真的 就看见你的烦恼 不难 佛法修行没那么困难 就关照自己的身心而已 没有那么困难 我们后来的佛法弄得太困难了 那么单单要知道道理就很辛苦 然后要修行 要准备的东西又太多 然后又太复杂 整个遗鬼又太复杂 其实佛法没那么复杂 佛法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灭摊生殖 方法很简单 就是关照身心 然后不断调 不断调 每天都可以 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 任何境界 只要会起烦恼 没有烦恼知道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要知道没烦恼 没烦恼知道没烦恼 知道为什么没烦恼 有烦恼知道有烦恼 有什么烦恼 为什么会有烦恼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思维烦恼 我如果有烦恼烦恼的过患 烦恼有什么过患 如果没有佛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有什么殊胜 看得清清楚楚 我很热的时候会怎么样 不热的时候会怎么样 热恼的时候身心有什么变化 不热恼清凉的时候身心是怎么样 你也清清楚楚 然后想办法没有烦恼 想办法维持没有烦恼的境界 有烦恼想办法消除烦恼的境界 那用什么办法呢 在佛法中找办法 佛法里面不管你什么烦恼 五庭心观就是对治五种烦恼的 所以你从很多 但主要你观照身心 从元旗里面观 其实都可以 观它无常 观它苦 那么渐渐你那个烦恼的心就会减弱 那你烦恼的程度 你要看到你的烦恼程度减轻 烦恼的时间缩短 以前一烦恼三天五天一个礼拜 那程度重的时候吃不下睡不着 就真的 为什么想起来就气 气了就吃不下 那么就睡不着 怎么这个样怎么会让翻来覆去 就想了那件事想了那个人 那你就这个就是程度重 那么想起来真的想把他杀了 那么就类似像这样 那么烦恼很重 那看到他 那如果有石头就用石头砸他 就变成这样 那这个是烦恼重 那烦恼重起来 连打死他都有 所以有很多人见经欲就是这样 烦恼一重起来不管那么多 可是现在会 因为控制烦恼 你还是会生气 还是想打人 但控制不打人 还是想骂人 但控制自主骂人 比如说骂人 一骂就骂到很坑克 骂到他自己去撞墙 最好 那但后来不骂到这样 不骂到这样 后来就不骂了 骂在心里面就好 那你说都不骂做不到呢 都不骂做不到 但是控制住不动发生口 戒就是不动发生口 心里面想打人不犯戒吗 绿余戒是这样子 一般的戒是先 动发生口 不动发生口 渐渐才怎么样 因为你很生气 很生气 叫你都不生气做不到 做不到 所以你现在很生气 但不动发生口 这个就是控制 这个就是控制 那么你在没有境界的时候 你就要训练 训练这个心 能够专注于境 不受其他的影响 那平常我们是五四跟一四一起 那现在你的心专注在 这个呼吸上 或是专注在一个法上 千往四百上 所以你会忽略到一切的境界 那么一样 那么训练成功了 你就是那个心有能力 专注在境界上 一个法上 那后来境界在限起的时候 因为你有这个训练 所以你观如场 观元起 观无我的时候 你境界再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观元起上 观无场上 观无我上 思维它的过化上起力量 那个力量就可以让你的烦恼不起 不延伸不扩大 真的 你的烦恼的时间就会减少 你烦恼的程度就会减轻 你烦恼的次数就会减少 那么你就看到你自己在成功了 所以你未来还没解脱 但你很笃定的知道 你会向解脱 真的 这个就是过程 老实讲也不难 你不用读很多经 真的 你不用每次摸四季 你也不用读大圣三季 也没关系 我告诉你真的是没关系 你不懂为事 不懂如来战 不懂中观都没关系 你只要懂你自己就好 可是要怎么懂 就这样啊 真的 但是你如果说你有普提心 那你懂得越多越好 因为你要度众生嘛 众生的根基不一样 你大圣三季懂 一讲出来 这个人好厉害 马上跟你选 那你再把他引导 你总为事 懂中观 懂如来战 懂不判 那么 你这些人 他比较偏重在这部分的人 就会为你 你可以射受一切人 但是射受的最目的 就是要让他得解脱 那更根本就是 让他以灯传灯 唯魔结晶叫做无尽灯 那么 你点这两灯 让他没有智慧的人都有智慧 你的智慧没有减损 但是有智慧的人越来越多 这样正法就有得解脱 这样就是报佛恩 报父母恩 报众生恩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这个 你 你开始思维 贪症吃的过患 难道怎么样 要人远 远离 就是我们 就是要找方法 那因为烦恼有很多种 那不外乎 讲起来 其实不外乎 见烦恼跟爱烦恼 那见烦恼 根本上来讲 就是关五蕴生心的生命 爱烦恼 爱烦恼 就关心跟静的极面 六路处的极面 跟城市合合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这个是 这个是缘旗里面 你看喔 就回头过来讲缘旗 爱 受 在这里 处 然后这个 这里是跟城市合合生处 处聚生受想施 然后就开始起爱 然后就这个五蕴生心 那推到最前面就是五蕴跟业 五蕴跟业 然后 所以这个是五支的缘旗 这个是十支的缘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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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十二支的缘旗 那如果讲祸业苦 就是三支的缘旗 这个是苦 这个是业 这个是祸 就变成三支的缘旗 好 那我们再来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这五支说中 幽悲苦恼是苦 爱是苦的原因 就是疾 就是疾 那你要灭这个苦 要灭苦因 苦因就是烦恼 业 要有道 那刚才我们讲的未患理系就是道 或者是八正道 那讲起来就是四弟苦疾灭道 好 那上面说道 世尊感到佛法太深 就讲释迦牟尼佛这边 因为他出家的时候 觉得佛法太深 那么众生 可能不知道 这个在前面 我所得法甚深为妙 在十三页这边我们看一下 我看这里应该是十三页 好 你看 他说前面 上面说道 世尊感到佛法太深 就在十三页这里 这我们前面讲过 这五分律里面 他说 我所得法 圣身为妙 难解难见 吉莫无为 智者所知 非于所及 不是那些鱼翅无吻的所知道的 众生热灼三界枯宅 得极此 所谓造业 怎么样能够悟这个十二英元 圣身为妙难见之法呢 那么 又怎么能够 习以窃行 不造业 结断诸流 尽恩爱缘呢 得到无以涅槃呢 这个更难 所以 这个也是所谓的 圆起圣身 涅槃圣身 父圣身 若我说者 图自疲劳 佛法圣身 那不是世间学问那种精神 那么众生本性的真结 不容易突破 也就难以解脱 好 你看 翻回来 再讲到这里 所以 感到佛法太深 不想说法 问题在 众生热灼三界枯宅 就是这里 十三月这里说的 那么 众生 对于 本性 烦恼 起烦恼这件事 根深底固 习惯的执着 习惯的畏着 不容易突破 那其实就是 第一个 你没有遇到善知识 你没有听到正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听到了之后 你没有下决定心 你但凡有决定心 你就可以 所以要常常鼓励自己 我觉得是这样 我也常常 进进退退啊 真的 我常常进进退退 我今天 但凡有一点小小成就 都是坚持过来的 每一个人 都是在挫折中坚持过来 都是在失败中挺过来的 都是在困难中努力过来的 真的 每一个人都很辛苦 不修行 感觉不到辛苦 但那个更辛苦 修行 马上就感觉到很辛苦 真的 但是 辛苦一阵 就不辛苦 就不辛苦了 真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众生 热灼三戒苦宅 三戒 玉戒色戒 其实就是生死 在相应部里面 讲到什么相应部 那个都是南传的 同牒部的律 同牒部的这个经 做热阿拉业 心阿拉业 喜阿拉业 那么说一切有部 再加上爱阿拉业 热心喜爱 阿拉业 阿拉业 其实就是 哭窄衣出脏的意思 那么基本上就是贪爱 对于贪爱的喜乐 懒着 那通常佛法里面 生死的根本因就是贪爱 生死的根本因是贪爱 那你的贪爱不断增长 爱的反面就是成 贪爱不断的增长 是因为你无知无明 所以就是无明贪爱 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 好 那这里讲到有四种爱 那么 爱 后有爱 喜贪俱行爱 比比喜乐爱 好 这个我们上次再来讲 讲到这个贪爱 但是今天就要跟大家讲 就是你回去要学会观察 你一旦学了这个 我告诉你 你终生受用不尽 生生世世 但是你会因为这样得到利益 真的 即使我告诉你 即使你生到没有佛法的地方 你也会自己这么想 何况你不会生到没有佛法的地方 因为你一直在佛法中相应 你一定会生到跟佛法相应的地方 除非你发菩提心 要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去弘扬佛法 那么你就会生到没有佛法的地方 真的 但是你自己会有佛法 真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今天听到了 你回去就要好好把它想清楚 想到了 今天晚上就可以用 但是你不要故意去找别人的烦恼 来看烦恼 不需要这样 别人来找你烦恼 你要看到自己的烦恼 那别人跟别人吵架 那你也要看到别人的烦恼 然后再反想到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烦恼 那如果有 那今天法师这样讲 那我们要怎么样调伍烦恼 那那个人知不知道要调伍烦恼 那你不要马上就 我要去告诉你 那个法师怎么讲要调伍烦恼 我告诉你等一下就换你起烦恼 所以你要怎么样 你要先观察自己 让自己有能力 你不要马上就要去教别人 我们习惯要去教训别人 教导别人 先不要这样 等你有能力的时候 因为你自己要先做好 你才可以教别人 要不然别人 你自己都做不到 你凭什么教我 就变成这样 我今天敢跟你们这么说 也是我自己是这样做过来 虽然还不是做得很好 但毕竟我在做了 那我们就要这样做 一起向解脱 这个是很好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大家合展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